第741章黄金沙残,半天后,韩非站在一片无垠荒海的海面上,用那长着朴的爪子挠了脑脑袋,这特娘的碎星岛在哪儿啊? 最说此刻,韩非还没准备回碎星岛,但总得有个方向不适。 海妖山外被连根拔起,山顶被挪移出去不知道有多远。 即便韩非召唤出了小白巡路,小白也迷了,毕竟他也没来过这地方,所以也根本不知道路在哪儿。 韩非资者一嘴钢牙,看来是路太远了。 不行,也罢,反正先远离海妖山脉准没错。 在韩非看来,碎星岛并不安全,如果有强者寻来,碎星岛必然会被发现。 若对方是个滥杀无辜的人,可能会直接灭掉碎星岛也说不准。 所以,自己不能回去,海底,韩非感觉畅快无比,原来,在海底可以用鱼塞呼吸,是一件挺爽的事情。 那感觉,就跟人用嘴巴呼吸一样,毫无违和感。 此刻,韩非骑着一只银胶,一只奇异类的银胶,并非是长吻银胶。 这只银胶暴怒,在挣扎,身上不时冒出银刺光影,想要刺穿韩非。 砰,韩非一拳头,垂击了下去,给我安稳点。 连长吻银胶都不是,还敢跟我叫板。 你想当火锅材料是不是,越过几百里之后,韩非看见一片金黄色的海底沙滩。 直觉告诉韩非,这下面应该有宝贝。 当即,韩非硬生生地拍死了屁股下面的这只银胶,直接往那黄金沙海铺了过去。 他的手里拎着一柄小鱼叉,还挺像模像样的。 但随着韩非的感知一放,韩非顿时一乐,又一枚灵果。 咦,好像没看见守护生灵啊,钻了,可能是出去觅食了,韩非一脑袋往黄金沙滩中扎去。 然而,就在他想快速摘取那枚灵果的时候,黄金沙子动了,一条沙龙忽然卷起,犹如一条海蛇,身体疼力。 在一片沙子里,韩非看见一只黄金大虫,这货竟然裹在了沙子里,张开了满是獠牙的大嘴。 嗯,这货的伪装本领还挺强,沙利在滑落,如同在暗夜里掀开了一道帷幕。 那巨型大虫,翻滚起来,身影得有近百米大小。 于沙利缝隙中,十几张大嘴裂开,一张连着一张,似乎想生吞了韩非。 尼玛,什么鬼玩意儿,眼中,信息浮现,名称黄金沙残,介绍原生于充满更金之气的海底沙海之中,性格暴裂,力量极大,身披沙之铠甲。 黄金沙残卷沙之力可达五百万斤,可操控黄金沙为自己战斗。 等级五十二,品质其异类,预含灵气一万一千三百零二点,实用效果不可实用,可采集金沙时,可吸收。 当时,韩非就猛了一下,五十二级的生灵,以现在的小鱼人身体,好像打不过啊。 按理说,以韩非现在的实力,强行拼一下五十二级生灵,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然而,拎着鱼叉的韩非,身体扭转过数十次,避开了多次抽击之后,依旧被这黄金沙残翼尾巴给抽飞了出去。 整个人在水中翻滚了几十圈,飞出去数百米。 可,力气果然极大,韩非感觉气血翻涌,变成海妖后,仅凭身体,纯粹的去硬汉前吊者级别的生灵,似乎完全就没了优势。 是的,人类的诸多战技变成了惊艳,想要以妖气的方式涌出,还需要适应这局身体。 不过,好在这黄金沙残实力也不算强。 此时,韩非正好也想试试小鱼人的身体,能不能动用王霸玄咒以及其他战技。 附体,土肥猿附体,感觉并无声色,效果和附体在人身上,几乎没啥区别。 这就像是海妖召唤半生灵一样,只是,当韩非继续尝试让夏日天附体的时候,赫然发现召不出来了。 疑,海妖只能附体一只契约灵兽,眉心一闪,小黑和小白还是能出现,小金他们也能出现,但是附体就全然没了效果。 韩非怀疑,现在自己还能跟小黑或小白融合吗? 不管了,先打再说,却见那黄金沙残怒吼了一声,成片成片的金沙,由四面八方向韩非缠绕而来。 这或竟能操控沙子,为自己所用,砰,鱼叉横空拍击,黄沙炸裂,然而依旧有一部分, 黄沙粘在了韩非的身上。 百息之后,韩非身上粘了一层的沙子,这些沙子正在收紧,似乎想勒死韩非。 砰,韩非又被一尾巴给抽飞了出去,借去了多重力量之后,韩非只是被抽得有点头晕。 那么的,小鱼人怎么打架来着,拿鱼叉戳,韩非回忆了一下,普通的小鱼人似乎只会拿鱼叉戳来戳去,红腰才有命毛这等东西,半人鱼才会各种各样的战绩。 韩非骂道,虫子,是我一鱼叉,阴血刀毁了,韩非尝试以灵气和少许妖气灌注鱼叉,直接将鱼叉当成了长刀劈了出去。 抓,诡异而霸道的无敌战役,跪去于鱼叉之上。 似乎有了无敌术,任何攻击,都能附带无敌术的效果。 吃啦,砰,虽然韩非已经被抽飞,但黄金沙残却被韩非一鱼叉给披成了两截。 咦,这么轻易就干掉了,韩非正怀疑着,却赫然发现那断成了两截的沙残,竟然重新冒出了一个脑袋来,变成了两只黄金沙残。 韩非稍微愣了一下,吃笑道,吹呢吧。 你以为你谁啊,还想玩分裂,视野中,单指黄金沙残的力量变成了250万斤。 这也就意味着,分裂出一条新的黄金沙残,要分走全胜状态下黄金沙残一半的力量。 韩非心念一动,夏日天,虚空锁链,只见那两只黄金沙残中围的虚空颤动,一根又一根锁链,像是困阵一般,意图将黄金沙残困在其中。 可惜,这玩意只是沙子,竟然毫不顾忌虚空锁链,直接从锁链牢笼里游了过来。 后,两只黄金沙残同时朝韩非咬来,电闪之刃,滋了,绞进脑袋上便光批出,恐怖的蓝胡大刃,直接将一只沙残从头批到尾。 黄沙炸裂,一抹金色粘稠液体在海水中散开,然后被另一只沙残大嘴一张给吞了。 等韩非朝另一只沙残看去,发现这货变成了300万斤的力量了。 也就是说,小金的电闪之刃应该是劈死了小半只沙残。 韩非一瞧,饿了,这黄金沙残,其实并不厉害,只是看起来唬人的不得了。 实际上,要是被人灭掉了一小部分后,就会越来越弱。 韩非撇嘴,虾日天,去抢灵果,不准自己吃。 夏日天搜的一下冲向沙海,那黄金沙残当时就急了,只见他当时又分裂出去了一半,前去阻挡夏日天。 韩非在笑,小金,你也去抢果子,黄金沙残,韩非索性脚下一踩,王霸玄咒加身,虽然不会于叉战法,但是于叉被他当成了刀用,依旧恐怖。 抓刷,黄金沙残被截断,下方那只黄金沙残操控黄沙,勉强挡住了小金和虾日天。 然而,让黄金沙残震惊的是,灵果没了。 韩非得意洋洋地伸出手掌,于虚空中,小黑张嘴将灵果吐了出来。 名称黄金果,介绍生长于黄金沙坑,长期经受更津气的孕育,具有极强的战斗锐气,提升功效上加。 耿级妖极,品质高,欲含灵气189800点,效果直接食用增加少量灵气,可永久增强力量5万斤,对前吊者及以上生灵无效。 看见这黄金果的品质,韩非当即就是眼睛一亮,可永久提升5万斤力量,这黄金果很强力啊。 这可不是一斤两斤,而是5万斤,大个子拜拜,我也打不死你,果子我就帮你吃了。 说话间,韩非就已经将黄金果塞进了嘴里。 这种好东西,现在不吃,留着干嘛呢? 随着韩非一口吞掉了黄金果,那黄金沙残发飙了,黄金沙滩似乎有了某种异动。 不过,韩非咧嘴一笑,给黄金沙残留下了一道破水而去的身影。 击败黄金沙残,并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并不是一只擅长战斗的生灵。 主要是,这黄金沙残不是沙子,看似暴怒,实际上刚才有一抹沙子跑进了黄金沙滩,找起来有些废事。 不过,这也激发了韩非的想象力,自己随便搁哪转转,就遇到了黄金果这样的好东西。 如果在外还带久一点,仅仅是寻找天地灵果,只怕一圈下来,就能让实力平天两成。 怪不得,怪不得半人鱼都那么厉害,归其原因,就是海洋中的资源太丰富,他们硬生生吃上来的。 又三天后,韩非陆陆续续遇见了不少生灵,有些强大异常,看见就得跑。 有些实力一般,还能打劫一番,此刻,韩非正坐在夏日天的背上,手中扛着绣花针。 为啥扛绣花针?因为刚刚才跟一起一类的娇蛇大战过。 韩非没打得过,就溜了,而且,鱼叉他不想用了,没有拳头和绣花针来的好用。 不行啊,得想办法,学点海妖战技才好。 哭得,韩非感知之中,六十多里外,一处海底洞窟口有光影一出。 当即,韩非眼前一亮,秘境,第742张碧海蓝腰,不可知之地的外遇秘境,其实很隐蔽。 韩非在这晃荡了许久,一个像样的秘境都没遇见过。 眼前的这个秘境,正在冒光,显然颇为不凡。 假日天,我们走,一人一瞎狂飙而去,一大群红狐鱼从身边掠过。 这些日子,韩非还发现,海洋中也不是所有生灵都在厮杀。 有一部分生灵会将小鱼人当成自己的种类,并不会去攻击。 不仅仅是红狐鱼一种,还有飞鱼,银鱼鱼这类的,也是一样。 片刻后,韩非已经冲到了秘境之前,结果,还没等他冲进去呢,就看见一只半人鱼,两只红妖从秘境中冲了过来。 那半人鱼出现后,第一时间就看见了迎面冲来的韩非,被吓了一跳。 韩非何尝不是被吓了一跳,合着这秘境发光,原来是已经被探索过,有半人鱼从里面探完出来了。 韩非连忙止住夏日天,同时握紧了绣花针,正琢磨着,如果只有这一条半人鱼和两只红妖,应该可以干掉。 可是,下一刻,又出现了一只半人鱼,直接就打消了韩非的念头。 如果他现在是正常的人形态,指不定就已经杀了上去。 可现在,他是一只小鱼人,身体还没完全适应。 论打架,全靠蛮力和小金他们,如果这里有半人鱼添交,结果可不好说,指不定自己会被人家按在海底摩擦。 那两只红妖还准备出手,结果被那半人鱼直接给拦住了。 半人鱼,机里咕噜,韩非歪着脑袋。 另一只半人鱼指着韩非,机里咕噜,韩非发现,自己根本听不懂啊。 这特娘的什么奇葩语言,咕噜咕噜的,说话间,经常还带着一串泡泡。 韩非正琢磨着,自己这个人设是不是崩了。 于是,立刻收起了夏日天和绣花针,脚下妖气汇聚,再考虑是不是要小金附体赶紧溜。 可下一刻,脑海之中响起一道古怪的声音。 不知道是因何而成,竟是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自己竟然听懂了。 刚刚觉醒的烈灯海妖,你不要紧张,沉浮于我,我传你海妖语。 韩非不禁感觉有些奇特,以前,遇到的都是会说人话的半人鱼。 她还没体会过这种感觉,对方以某种方式,将精神力变成了一种语言,印在了韩非的脑海中。 韩非想了一下,连连点头,海妖有自己的语言,只要自己学会了,以后岂不是可以混入海妖里面了吗? 不说海妖好东西多,随便捞点,或者把这几个家伙干掉,说不定都能小赚一笔。 那两只半人鱼见状,笑了起来,只是韩非见他们笑得有些怪异。 放开心神,不要反抗,我将海妖语映入你的神魂。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竟然还想直接映入我的神魂。 我看你脸大,放开抵抗,对方万一控制你,万一对你做点什么,那都是人家一念之间的事情。 韩非当然不会这么傻,韩非洋装点头,准备趁对方侵入他神魂的时候,给对方来一个致命一击。 加上今天还没用过的小金的电闪之刃,突然下手,干掉两只半人鱼问题应该不大。 至于那两只红妖,天赋弱于半人鱼,韩非不觉得他们能干掉自己。 大家都还在悬吊者,化妖级别,即便这红妖处在巅峰,但自己又何尝是真的小鱼人。 正当对方准备放出精神力,韩非准备反击的时候,刷,又一道人影出现,韩非下意识地往后一退。 不是因为这人当出现,而是因为对面的这个女性半人鱼,自己竟然认识。 鱼姬,韩非有点猛,怎么会在这众地方,遇见鱼姬? 这家伙,难道不应该在靠近碎星岛的地方吗? 可这鬼地方,连小白都失去了碎星岛的方向,竟然还能遇见他。 关键是,鱼姬实力可不一般,那么相对而言,这另外两只半人鱼恐怕也是天交级别,以自己现在没掌握完全的力量,可不一定是对手。 现在,鱼姬出现,韩非想要一个人干掉这些海妖,就更加不现实了。 如果自己还是人,或许还能尝试一下,可是,鱼姬乃是真正拥有神器的半人鱼,一身实力极其强大。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几乎没可能弹掉对方。鱼姬刚一出现,看见韩非的时候,顿时惊弥了一声,哪里来的碧海蓝腰。 韩非听不懂鱼姬在说啥,不过却能看出鱼姬的那份惊讶。 可韩非想不通的是,在这些半人鱼眼里,普通的小鱼人不应该都是炮灰的存在吗? 怎么看见自己,还挺惊讶的呢?另外一名半人鱼脸色微变,鱼姬,这应该是一只刚觉醒的碧海蓝腰。 不过,先来后道,归我了,鱼姬皱眉,你要收了她。 她愿意,只听那半人鱼再次传音韩非,放开心神,我教你海妖语。 韩非眼神闪烁,自己那两只大眼珠子充满了警惕和迷茫,看得鱼姬不禁心生疑惑。 下一刻,当韩非感知到一股精神力,准备侵入自己神魂的时候,当即精神力一挡。 只见对面那只半人鱼一隔两枪,嘴角竟溢出了一丝鲜血。 混账,你找死,却见那半人鱼,直接竖起鱼叉,对准了韩非。 韩非琢磨着,这肯定打不过,还是先跑为上。 然而,那半人鱼鱼鱼叉刚刚竖起,就被鱼姬鱼叉拍向了后面,鱼悦,你是在故意哄骗这只碧海蓝腰。 讲要侵入她的神魂,做你的守卫奴仆。 被击退的那只半人鱼脸色难看,鱼姬,凡是讲究先来后道。 这只碧海蓝腰是我先碰上的,你要强强不成。 鱼姬冷笑,是谁给你的勇气,竟敢来挑战我的权威。 鱼悦气息一致,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甘地低下了头。 韩非这还没跑呢,却见他们内部先打了起来。 这是为了自己,自己跟鱼姬非亲非故的,鱼姬为什么要帮自己。 却见鱼姬回头,随手丢了一枚充满了妖气的预见,同样将话印在韩非脑海,勿要上当。 你是碧海蓝腰,论身份不比她低。 还有,神魂不要对他人开放,这是一枚通灵妖语,只要注入妖气,就可以快速地学习海妖语了。 韩非一愣,碧海蓝腰,那是什么东西,自己不是小鱼人吗? 怎么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啥碧海蓝腰。 不过,韩非的猜测果然不错。 之前,那扮人鱼就是想诱骗自己开放神魂,这人的内心何其歹毒,看来,得想办法弄死这祸才行。 韩非道也不怕鱼姬给的这枚玉剪有什么问题,至少有脸妖狐在,自己连夺射都不怕,难道还怕他们布下什么阴谋陷阱? 韩非捏住玉剪,精神感知,片刻之后,一种全新的语言,似乎凭空就出现在了自己的意识之中。 只过了区区数十息的功夫,自己就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 鱼姬,现在听懂了吗?你刚刚觉醒,不要轻易取信他人,这乃是招货之道。 韩非当然听懂了,好像对面是将自己当成了刚觉醒的海妖了。 韩非当时就无语了,刚觉醒的海妖,能有我这么强吗? 一个个都不动动脑子想一想的,不过,韩非宁愿他们笨点,此刻,韩非呲着牙,用沙哑的声音回应道,听。 懂,谢谢,鱼姬顿时眼睛一亮,疑,你竟然这么快就能说了出来,环卉说谢谢,看来,你还是碧海蓝腰中实力比较强的。 韩非洋装警惕,碧海,蓝腰,是什么?鱼姬在另外两只半人于愤怒的目光中,咧嘴一笑,这个需要讲很久。 碧海蓝腰,是一种可成长性腰脉的海妖,其潜力比寻常的普通海妖高出许多。 即便是普通红腰,都固如你,除非是赤血红腰。 甚至,即便是在半人于中,谁也不一定就敢说潜力比你高。 韩非装傻,看了看那两只红腰,红腰,那两只红腰神色不善, 在他们看来,碧海蓝腰也是普通海妖中的一种,凭啥身份地位比他们高。 只见鱼姬往前走了两步,韩非立刻就往后退了两步。 一只半人于道,鱼姬,这刚觉醒的碧海蓝腰也不懂事, 你想收入麾下,无非教训一顿就可以了。 鱼姬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闭嘴,韩非也不傻, 那半人于多半是说给自己听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警惕鱼姬。 可是,人家都表达得这么明显了,自己要是装啥都不知道,这项话吗? 当即,韩非往后再退,警惕地看着包括鱼姬在内的所有人。 鱼姬眉头微皱,再次扫了那只半人于一眼, 随后掏出了一柄鱼叉,一枚玉剪丢了过去,给你的武器和战绩。 大家都是海妖,如果你想离去,我也不拦你。 如果你想留下,可以跟着我,放心,我不会要求你成为我的奴仆。 韩非一手接过鱼叉,心道,小爷我黄金鱼叉还有一板呢,你这也不上档次啊。 不过,作为一只刚觉醒的海妖,他此刻充分地表现出了好奇心。 此时,韩非握着预见一看,片刻间,一道信息浮现。 无常经济妖级上品,介绍,海妖战绩,分为攻防双法,攻时如点心破浪,防时悬水为盾。 飞眼功法,无双分水挤,飞眼消耗,两百分之零万,第七百四十三章顺利潜入。 当韩非看完无常经济的时候,起初还有一些疑惑,可他的手上似乎是下意识地转起了鱼叉。 最后,在鱼叽等人错愕的目光中,韩非的身前,一面旋转的白色水盾凝成。 鱼叉转动速度很快,让这个盾,看起来如同高速旋转的转轮一样,水花飞卷,煞是好看。 鱼叽错愕道,你学得这么快,韩非在转起鱼叉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 既然鱼叽说自己是那什么碧海蓝妖,还说可以和伴人于一个级别,那自己当然要表现得出色一点了。 反正现在自己找不到前往最新岛的路,那么通过鱼叽他们带路回去,总比自己无头苍蝇一样乱闯来得好吧。 再者说,这鱼叽可不是寻常的天骄,身上宝贝肯定不少。 如果可以找机会弄死他,说不定自己可以大赚一笔。 韩非在学会了无常荆棘之后,看向鱼叽,撕着牙道,我。 跟着,你,鱼叽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结果,还没等他笑完呢,却听之前的那扮人于道,鱼叽,我们可是有任务在身的。 海妖山脉没找到,却解了一个了来路不明的碧海蓝妖入队,这样不太好吧。 韩非当时就是一愣,他们是来找海妖山脉的。 我去你大爷的,捞死好不容易才从海妖山脉跑出来,你们竟然还想找过去。 鱼叽冷冷道,鱼叽,你觉得,我带一只碧海蓝妖有问题。 那扮人于拳头紧握,哼,韩非则是听愣了,什么玩意儿,鱼叽,有多鱼叽,见到韩非愣愣的样子,鱼叽当即意识到韩非应该还没有名字,于是就问,你叫什么? 韩非心里冷笑,我叫韩非,你弄死我啊。 只是,韩非的表情,在鱼叽眼里就颇为呆滞,只见他嘴角勾起,嗯,想来你应该也没有名字。 既然跟着我,我就帮你娶一个吧,就叫你,鱼叽怎么样,韩非当时就是一蒙,心里仿佛有千万头铁头鱼在奔腾。 神特么鱼叽,我特么谢谢你哦,你才鱼叽,你全家都是鱼叽,似乎满足了鱼叽的恶趣味,鱼叽顿时豪气道,鱼叽,你以后就跟着我,抱你出人头地我不敢。 但若你天资不错,超越寻常的半人鱼,有一定的几率。 若是你要卖进化,再次变异,成为半人鱼也不是不可能。 韩非心头冷笑,还在进化,脚炎我想变成半人鱼,只要等几天就能变了。 只是你是看不见了,路上有机会,我就把你弄死。 抓刷刷,忽然间,又有几只半人鱼和红妖冲了出来。 韩非细数了一下,加上鱼叽在内,半人鱼竟然有七个,红妖也是七个。 此刻,众半人鱼也发现了韩非,有人不禁道,这是。 碧海蓝妖,鱼叽当即宣称,一只刚刚觉醒的碧海蓝妖,目前跟着我。 观其实力,应该不弱,不会影响我们寻找海妖山脉。 有半人鱼皱眉,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一只碧海蓝妖? 你们确定,它是刚觉醒的? 鱼鸡,我刚刚叫的它海妖语,不会有错。 有人淡淡点头,既然是你收的,那我们就不管了。 不过,这只碧海蓝妖,你自己带着。 有人笑道,鱼鸡,碧海蓝妖虽说是可成长妖脉,但是你见过几只碧海蓝妖成长为高级妖脉了。 鱼鸡,我乐意,你带如何? 韩非的表现,也是颇让鱼鸡满意,它跟在鱼鸡身后,不超过30米范围。 其他人它不跟,甚至隐隐有警惕之心。 鱼鸡还在庆幸,亏得愉悦之前没有正面笼络韩非,而是意图侵入它的神魂。 否则,这只碧海蓝妖估摸着,也轮不到自己。 此刻,一群伴人鱼围在一起,红妖们围在一起,韩非一个人跟在鱼鸡30米外。 有人道,鱼鸡,能不能让你这个碧海蓝妖往后退一退,跟着我们算什么? 鱼鸡,我们都是传音讨论,它又听不见,你们怕什么? 而且,寻找海妖山脉,这有什么值得隐瞒的? 要说你就快说,众人似乎对于鸡颇为忌惮,而韩非也装得跟一只蒙心似的。 看起来,韩非耿直得有点傻,但这货却在偷听。 论神魂强度,精神力强度,韩非自信这里没有一个比得过自己。 有人说道,这个秘境的收获还算可以,只是这海妖山脉,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放弃了。 这么大一片海域,强大的生灵无数,开始出发的队伍,至此已经陨落了小伴。 再找下去,若是遇到强大的生灵,只怕我们都要折在这里。 有人皱眉,我赞同,海妖山脉已经得出明确结论,那就是被人强行搬走的。 不是人类那边,那就定然是海洋中的强大生灵。 能搬走一片山脉的人,灭杀我等,岂不是轻而易举。 有人反对,也不能全往坏处想,万一,这是我们的机缘也说不定,强者搬走海妖山脉,总要有什么目的吧? 万一,那强者早就走了呢? 我们寻到了海妖山脉,说不定还能收获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有人摇头,强者把东西拿走了,还会留给你。 而且,你没听说吗?驻扎在海妖山脉里的生灵,几乎死绝。 此气笼罩了曾经的海妖山脉那片地界。 与基辰引导,应该是跟那三次奇怪的声音有关。 王城那边,已经确定不是人类搞的鬼,那海妖山脉定然还在这片海域之中,若能寻到,说不定能和王城之外的超级强者有接触。 到时候,自会有王城强者前来交涉,有海妖不耐烦道,王城,王城,天天说着王城。 到现在,都不知道王城在哪。 现在,前线的那些海妖,就以为万妖谷就是王城,盼星星盼月亮地想来。 可若是他们知道王城还在遥远未知之地,不知道又会做何想法。 韩非在边上听得很带劲,看来,海妖真的有王城,而曾经海妖山脉那地方,其实是海妖的战斗前线。 至于他们口中的万妖谷到底指的哪儿,韩非就不知道了,最终,几人得出的最后结论是,继续寻找齐天。 若是还找不到,那就打道回府,韩非无语,这些人还真特么大胆,真要割唇黄点在这儿,他们全都要死。 韩非也颇为无奈,海妖山脉那地方,早就厮杀成了一片。 自己强行杀出来的时候,整座海妖山脉都快被钻成了窟窿。 里面别说灵石了,连特么妖石,都有海洋生灵去抢。 结果可想而知,许多生灵都封了,开始大开杀戒。 战斗一旦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韩非琢磨着,那会儿现在可能还在打呢? 片刻后,众人再次出发,结果,好巧不巧,他们来的方向就是韩非跑路的方向。 韩非不禁脸色有点不大好看,他在琢磨着,要不要找机会溜掉,本以为跟着鱼姬,是能找到回家的路。 结果,这些人作死地要往海妖山脉跑。 自己为什么要跑出来,可不就是因为海妖山脉那肯定还有危险吗? 鱼姬看了韩非一眼,有些醋眉,疑。 鱼姬,你似乎有些忌惮这个方向,都这地步了,韩非也不能说什么,就呲牙道,有许多。 强大的,生灵,去了那边,一群伴人鱼听闻之后,当即愣道,你从那边来。 有伴人鱼盯着韩非,你有没有看过一座很大的山脉,长达八百余里? 韩非摇头,没,不,不敢去,一只伴人鱼不禁吃笑,果然还是胆小, 虽说觉醒成了碧海蓝腰,但依旧不成气,鱼姬哼道,说得好像你以前觉醒的时候,比他好的样子,有人道别斗嘴了。 如果是大量强大的生灵往哪个地方去了,肯定是有变故的。 我们快点,应该能发现一些端倪,就算不是海妖山脉,应该也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秘境,海底烟囱,一群海妖出发的速度,比韩非一个人快多了。 仅仅过了一天,一群人直接犯掉了五只奇异类生灵,有三只是五十几以上的。 韩非还发现,这些海妖中,除鱼机外,还有两人都是有半神器在手的。 还有人没暴露出实力,看不出来,第三天的时候,众人正在急行,因为他们发现前面海域确实汇聚了不少生灵。 这时,海水嗡嗡地开始震动了起来,众人一个感知,发现一大片橙红如雾般的水流,铺天盖地地飘来。 在那边红雾之前,大量的生灵正在狂飙,风了一样朝韩非他们所在的方向飙来。 只看见鱼机和鱼众伴人鱼脸色大变。 鱼机神色惊变,不好,是吸血麻虾,快跑。 第744章有人找来了,韩非还不知道这吸血麻虾是什么玩意, 不过能让鱼机这些天骄都闻之色变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海洋生灵。 鱼机等人已经开始跑了,全速往前,一个个如同水中穿行的人形导弹。 韩非也不例外,而且速度比红妖还快了一点点。 咦,鱼机等几人还微微讶异了一下,他们还以为韩非会跟不上呢? 那几只红妖一看,自己的速度竟然比那个该死的鱼竿还慢,哪里还有不完命的道理。 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了,再不拼命就等着沦为牺牲品吧。 鱼机若有所思,这鱼帆跑的速度好快。 难道说,它是一种极为擅长速度的生灵觉醒的? 气血麻虾的攻击性,还是超出了韩非的估计。 这群生物一路上碾压过来,几乎所有的正常生灵都在逃命。 海底下的各种被类,直接都闭上了被壳。 有大龟施展秘术,以石块组成护身石杖,然后直直地坠落海底,将自己封闭在内。 韩非无语,这玩意,莫不是跟行军水皇一个德性。 走哪儿,就吸血吸到哪儿,可现在,行军水皇那种东西,对悬吊者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他们连护身杖都破不了,怕啥,只听前面的鱼机交贺道,跑半个时辰,若是吸血麻虾停下了就好。 如果还是不停下来,我们就升空,一听升空几个字,前面的那个名为愉悦的半人愚道,怎么,你刚收的碧海蓝腰,不要了。 鱼机,我带着它,谁带来的红腰,自己带走。 当即,其他几人就无语了,咱们海妖本来就不擅长空战。 飞天滑板用起来消耗特别大,还带着人。 是嫌自己死得还不够快,可惜,还没撑过半个时辰,只怕跑了不到五分钟,无数狂血虫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爆发了起来。 它们如同吸血麻虾一样,向众人合围了过来。 当即,鱼机等一群人就无语了,有人怒骂道,狂血虫怎么会和吸血麻虾凑到了一块去? 这两边不会互相吞食的吗? 众人被迫改变了方向,结果,五分钟没到,发现数都数不清的枯叶海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来。 顿时间,一群人除了往天上跑,就再也想不出其他方法了。 鱼机对着韩飞喝了一声,你过来,韩飞也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其实,这些对它来说,问题都不大,如果有必要,它最差也能让小金附体,飞到天上去。 可这些海妖不行,鱼机一手抓着韩飞,整个人如同破空而去的超空炮,就差被这女人在水里飙出了音速。 砰,水面炸开,鱼机脚下凝成一道滑板,飞天而上。 就在俩人破水而出的时候,韩飞感觉到皮肤产生了莫名的应激反应,好像自己被什么人在注视着。 不对,被感知了,韩飞的心头震荡,感知都不敢释放了,别人没有这等感觉,但是他有啊,这种诡异的感知,让他心里发毛。 不知为何,他竟然想到了纯黄点,当即,韩飞反应了过来,当初,纯黄点就说过,自己必死,纯黄点没说明白,但是意思很明显,自己看见了天蝉出世,已经威胁到了夏小禅的安全。 韩飞不明白的是,纯黄点来得很快,从天蝉出世,到纯黄点到来,时间短到他们俩根本都来不及逃跑。 韩飞不是没想过,或许还有其他人会找过来。 他甚至还在猜想,是不是自己死亡的那段时间,已经有人来过了。 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不是没有其他人来,而是那些人还没到。 韩飞当即灵机一动,别的不说,这会儿自己这群海妖,肯定已经被人家给发现了。 这一道感知下来,不知道跨越了多远,难道现在跑过去送死吗? 韩飞当即拉着鱼姬,躲,水下,贝壳里。 鱼姬回应,不能躲,有狂雪虫在,躲贝壳里也跑不掉。 韩飞当时脸就黑了,个归儿子的,本以为还能借助鱼姬他们跑路呢。 结果,又特么被带回坑里了,也不知道谁特么发明的这种飞贴滑板,就跟冲浪板一样。 这玩意儿,全靠灵气或者妖气控制,飞也飞不快。 韩飞往后一看,那时遗忘无际的红色海洋,后面已经被吸血麻虾给覆盖了。 其他几名半人鱼,甚至连红腰都不愿意带,只有俩人带了两只红腰飞到了天上。 其他五只红腰,还在水里撒鸭子狂飙,飙着,飙着,那五只红腰就被狂雪虫给撞上了。 大狂的红腰,被吸血麻虾给包了进去。 韩飞的感知当中,有无数只仅仅几毫米大小的红色虾类,直接爬满了红腰身上。 左卫的灵气屏障,在吸血麻虾的攻击下,连石锡都挡不住,就碎了。 那些几毫米大小的吸血麻虾,从耳朵、鼻孔等地方,疯狂地往红腰体内钻去。 不过顷刻间,五只红腰就被吸干了。 韩飞只觉得头皮发麻,这特么玩意,也太恐怖了。 这东西和实力的强弱无关,几毫米大小的生灵,你杀上天去,能干掉多少。 不仅韩飞的头皮发麻,所有飞在天上的半人鱼全都悚然。 他们又没有突破五十级,违法飞到天上去。 这要是灵气和妖气都耗尽,摔了下去,岂不是凉凉了。 当即,韩飞就看见另外带着红腰的两人,忽然间距离反阵,将两只红腰给阵飞了出去。 这一幕,看得韩飞的瞳孔一缩,果然,海妖到底是海妖,都是从鱼变来的生灵,他们能有什么感情。 七只红腰,就在这么顷刻间,全部死绝,一知不存。 韩飞已经做好准备,要随时出手,只要鱼姬敢丢下自己,自己掉下去之前,也要捅他一鱼叉。 只不过,出乎韩飞预料的是,这鱼姬并没有做出放弃韩飞的举动。 鱼姬还说话道,放心,我带你来,就能带你走。 韩飞翻白眼,你带我走,你自己走不走的掉都是个问题。 在过片刻,众人视野所及,已经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群体类海洋生灵。 特别是,吸血麻虾和狂血虫,两方终于撞击在了一起。 大量的狂血虫被吸干,而吸血麻虾则全都封了,吸卷了海底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传音,鱼姬,丢下那只碧海拦腰,否则你也得死。 有人喝道,鱼姬,我们还有护身杖,拼了护身杖和不死硬往回跑,说不定还能活。 鱼姬交喝,我带来的人,我负责带回去。 韩飞也不说话,琢磨着,如果自己真的是一只小鱼人,恐怕真的会被鱼姬给收服了。 这是纯粹的人格魅力,人类中有这样的人,海妖里也会有这样的妖。 可惜,韩飞不是海妖,不管鱼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都不可能臣服的。 韩飞顶多觉得,这鱼姬在伴人鱼里,还算是不错的。 过了不到一刻钟,包括鱼姬在内,所有的海妖都掏出了灵果开始吞食。 这一吞,可以维持它们小半天的时间,有人惊恐,不对劲,为什么这些生灵突然坚全都爆发了出来。 而且,怎么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就在众人的灵气,即将再次枯竭的时候,众人看见了希望,海水重新变得纯净起来。 鱼姬出了口气,退,回去,用屁股响,众人都知道,前方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 要不然,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群体雷声铃,怎么都往一处跑。 只是,韩飞又感觉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感知,从自己的身上扫过。 哼,包括韩飞在内,八个人忽然间就被一股重力,压得瞬间摔在了海面上。 此刻,海面似乎也凝结了,它们竟然都没摔进水里去,韩飞心里卧槽了一句,来了,来了。 下意识地看了眼恋妖狐,并没有消失,那还好。 这一次,灵气足够,若是出现意外,节天指出,自己活命应该问题不大。 鱼姬和另外几只伴人鱼一脸猛逼,自己咋就掉下来了呢? 下一刻,一道虚影横空傲立,那是一个身着红衣长袍的中年人,神色威严。 他只是看了几人一眼,包括鱼姬在内,全都趴在了海面上,浑身颤抖。 韩飞当然要跟他们表现的一样了,又是虚影,这一个虚影,一道念头,就能压服所有人。 鱼姬他们的身体都在颤抖,甚至有两二伙伴人鱼,竟然在喘音。 一人道,是人类,果然是人类在做手脚。 另一人回应,早该想到了,可笑王成还说不是人类。 韩飞就是一个安静的小鱼人,此刻,正在身体抽搐。 他觉着,这种级别的人物,应该不至于对他们几个半人鱼和自己这个小鱼人出手。 却听那人类强者淡淡地问道,告诉我,这几日,你们有没有在附近遇见一个人类? 持力不强,应该跟尔等差不多。 鱼姬吉南道,丙大人,我等并未遇见人类出现在此地。 我们只为寻找一处消失的海妖山脉,却见那于月道,大人,人类我们并未遇见,只是心收了一只碧海蓝妖。 韩飞当时就想砍死这傻叉玩意儿,都特么这个生死关头了,你他喵得还想挑事情。 只见那中年人在韩飞的身上扫了好几遍,看得韩飞直接就喷出一口血来。 中年人摇头,非常嫌弃地最后扫了韩飞一眼。 似乎,韩飞这样的货色,都没资格让他来问话。 他的身影虚化消失了,威压依旧在,那些半人鱼甚至都不敢抬起头来看一下。 而韩飞,却悄悄地拎着鱼叉,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鱼跃那里。 刹那间,鱼叉上寒芒闪耀,一鱼叉就把鱼跃捅穿了。 巨大的力量,将鱼跃捅进海中数十米深。 当韩飞气机爆发的那一刻,所有半人鱼才反应过来。 这时,韩飞已经溜回了鱼机身边,同时还用鱼叉指着鱼跃。 扎了鱼跃不可能,对方身上指不定针有不死印这些东西, 但是统一鱼叉,问题应该不大。 当然了,在韩飞退回来的时候,鱼跃一甩尾,也抽了韩飞一下子,将韩飞抽飞了出去。 第745章珊瑚死地,韩飞的这一顿操作,把所有半人鱼都看呆了。 就连鱼机,都未曾料到,韩飞竟然趁着强者于心未平的时候,跑去捅了鱼跃一语叉。 看着脸色难看的,已经跑回来的韩飞,此刻正怒视着鱼跃,说了一句, 我,不傻,一句我不傻,听得一群人一脸猛逼。 但人鱼还惊魂未定,这世界怎么了? 鱼跃吐了口血,抱起一击,准备杀向韩飞。 不过,却被鱼机给挡住了,鱼跃怒吓,让开,让我宰了这只碧海蓝腰。 鱼机目光冰冷,刚才,你在那位超级强者面前说了什么,自己没数吗? 鱼跃嘶吼,一只碧海蓝腰而已,算什么东西? 鱼机冷冷道,鱼跃,你不要自视甚高。 你的身份和妖脉,未必比碧海蓝腰高到什么地方去? 你忘了赤血欢大人吗?有本事你就挑衅一个事实。 韩飞见鱼机在回护自己,然而心里却半点都得意不起来。 这群混蛋,难道真的以为那强者走了? 开玩笑呢?那等强者,一念肩感应十方天地,说不定此刻就在看笑话呢? 而韩飞冒着被群起而攻之的危险,真正攻击于悦的意图,当然不是为了报复于悦一下,而是为了让于悦拍自己一下。 那一击,当然没有击伤他,但却表明了于悦的实力要高于自己。 所以,韩飞其实是在做戏,他觉得,有人在看,那这戏就值得做。 有半人鱼鹤问,我有一个问题,一只刚刚觉醒的碧海蓝腰,为何能顶住如此强者的威压? 不错,我等我还未反应过来,这丝竟然已经悄无声息地,溜到了于悦的身后。 这等身手,不像是刚觉醒,就连于姬都不禁看向了韩飞,刚刚,就连他都没感觉到韩飞溜了。 这份实力,韦时让他有些惊讶,于姬看向韩飞,于干,你是如何扛住强者威压的? 韩飞依旧盯着于悦,吐了血,就好了。 韩飞此言,顿时让几条半人鱼都愣住了。 他们刚才看见韩飞吐血了,都还只以为韩飞是扛不住威压,所以才吐血的。 可现在看来,这家伙竟然能以吐血的方式,吸去了强者的威压。 好聪明的碧海蓝腰,摇摇几万里之外,一名中年人淡淡皱眉,有点意思,看来是一种比较聪明的生灵,觉醒而成的碧海蓝腰。 哼,不过在聪明的天才,也只是一只猎等海妖。 想要通过成长灵脉,变成强者,简直是痴心妄想,这名中年人,仅仅是稍微关注了一下韩飞他们而已。 拳机,只听他喃喃道,好手段,瞒天过海,遮蔽天机。 那个人类,应该是死了。 事实上,他同时放出去的分身多达22个,掌控范围达10万里。 这也就意味着,和韩飞他们同一时间被询问的,还有其他21个队伍。 只是,韩飞并不知道这一切,此刻,韩飞躲在鱼姬的身后,表现出警惕心很重的样子。 这一幕,不禁让鱼姬眼前一亮,这只碧海蓝腰,似乎有点特殊,觉醒之前应该是一种极为聪明的生灵。 而且,还是一种有仇必报的生灵,鱼姬不禁在想,果真是越往深海,强者越多。 就连在深海觉醒的碧海蓝腰,都如此特别。 固然,鱼姬心头微微一震,这个鱼竿,该不会是。 却见鱼姬娇喝道,好了,此事已了。 鱼月,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如果再有下一次陷害同伴,我会亲自动手干掉你。 哼,有了这次强者的威压,众人不由心生恐惧,自然也就不敢再往前探索了。 而且,他们遇到了人类的超级强者,这已经足够回去交差了。 半个月后,距离上一次被感知,已经过去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韩非感觉,那个强者应该是已经放弃了,不准备再盯着他们了。 这让韩非暗暗出了口气,纯黄点和这中年人,到底来自哪里? 反正嘛,不可能是千兴城,千兴城的强者,哪有这么恐怖,连压制境界后,都能在正面战斗中,全面压制自己。 如果真有这般人物,早就把不可知之地的海妖,给灭了个干钱静静了。 这几天,鱼姬一直在教授韩非,一些简单的海妖战斗技巧。 此刻,韩非正旋转着鱼叉,形成一道水形护盾。 在不远处,有一道又一道,如长矛般的箭矢冲冲韩非沙来。 箭矢落在水形护盾之上,刚刚触碰,就被纳旋转之力给绞碎了。 鱼姬在一边浇喝,鱼肝,无常经济不仅仅只有防守之能。 你尝试以分金烈水之际,冻穿箭心背的贝壳事实。 韩非嘶吼一声,手上动作一画,整个人宛若翻腾起伏的波浪, 看着显而又显地避开箭心背的攻击。 鱼叉之上,韩芒点点,随着韩非一叉,点在剑心背的甲壳上,轻而易举第一击将其击穿。 鱼姬的眸中闪烁着亮光,好,今天到这里结束。 鱼肝,你的进步很大,韩非真的有点忍不住想要对鱼姬翻白眼, 干掉一只剑心背,这很值得骄傲吗? 我特么还得天天陪你演,今天干掉这个,明天干掉那个的。 但是,表面上,韩非嘶启嘴笑着,装作一副被夸奖了很开心的样子。 其他几只伴人鱼有点酸溜,有人道,鱼姬,这比海蓝腰的进步也太快了。 说不定,真有可能成为你的左右护卫,只听鱼姬摇头,我没想过鱼竿追随鱼我。 但凡海妖,鸡是同族,我不过是引导鱼竿而已。 有人淡淡一笑,这种引导,就相当于是启蒙了。 你作为启蒙老师,鱼竿应该会记得一辈子,韩非暗里吐槽,我记个鬼一辈子,给我起名叫鱼竿,还想我念你的好。 鱼姬没有作答,只是淡淡道,再有五天,我们就可以赶回万妖谷了。 海妖山脉的位置,不出意外,应该就在那强者降临之地。 此时,只管抱上去就好,韩非多次听说万妖谷这个地方,想来应该是海妖的汇聚之地。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极其强大的海妖能够看穿自己。 这似乎是一次赌博,这个半个月来,韩非还不止一次想要找机会溜走,或者干掉这这几个人。 但是,这些混蛋的形成颇为顺利,竟然连一个秘境都没遇见过。 遇到的生灵,也都一早就跑了,又过去一天,韩非终于谢天谢地地发现了一个秘境。 当时,韩非都快感动得哭了,谁特么说秘境多如漫天心斗的呢? 老子我跑了半个多月,才认出了一个秘境来。 那是一片枯珊瑚的林地,珊瑚只是剩下了一片白色和灰黑色,整片区域像是隆起的山包。 韩非本来也不会注意这个地方,但他注意到了一只白色的龙虾,观其体内灵气流转,好像是灵气缺乏,体魄衰退的迹象。 韩非的第一想法是,这里有西灵之物,会吞噬生灵体内的灵气。 其次是这里有毒物,导致周围好几十里,生灵死绝。 甚至,连生存在这里的生灵,都得了白化病。 秋,众人本来没注意这个地方,海洋之中如此类的地方多了去了,谁能一个个去探索。 可韩非有点心动,暗中操控虚空锁链忽然在白色珊瑚丛里,冲了一下子。 有人喝道,等一下,这里不对劲,这片珊瑚死地,似乎有一栋,有人感知了一下,我刚才也感觉到了,不过现在似乎没有了。 鱼姬,看来,珊瑚死地应该是有什么秘境要出现了。 我们去找找看,众人一听,有秘境,自然也就不着急往回跑了。 赤人都会有这种面头,都已经在家门口了,还怕什么。 韩非随着鱼姬一起降落,鱼姬还看了韩非一眼,鱼干,不要离我太远。 韩非点头,作为一个阵法师,韩非此刻正在迅速观察着地形。 他只是一眼瞥过去,就知道在地底下,某个地方有距离大阵。 不仅如此,似乎还夹杂着邪阵,竟然可以吞噬生命惊气。 本来,韩非倒也没注意,只是在寻了大概五分钟左右,韩非发现灵气储备掉了二十点。 这是一个极小的数字,一般人根本就感觉不出来。 若不是韩非可以看见数据,他自己或许都感觉不出来。 韩非随手掰碎了一块枯珊瑚,然后用舌头舔了一下。 只听有伴人鱼笑道,喂,鱼干,你个呆头鱼,连枯珊瑚也吃不成。 有伴人鱼笑道,这鱼干脑袋一根筋,怕是觉醒前也不是啥聪明鱼。 韩非也不理会,他发现体内的天灵解毒重动了一下。 只是这一下,韩非就知道,这里有一种无色无味,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毒。 厉害了,大巨灵这设置在此处,却能不被发现。 这地底应该有一道强封禁,在哪儿呢? 第746章一会儿看着你们哭。 一刻钟后,韩非发现了问题所在,竟是一处海底侵蚀材料的裂缝中溢出的毒物。 有伴人鱼道,你们确定这地方很诡异吗? 我看全无半点而威胁啊,虽然这片珊瑚丛都死了,但是其他生灵还会游过来,说明这里并不是险地才对。 虞跃音和道,可能是多想了,如果珊瑚死地有秘境,那应该早被万妖谷给察觉到了才对。 虞跡,嗯,再过片刻,若还是找不到,就离开。 韩非冷笑,离开,当然不会让你们离开的,这秘境正好,有毒,还可以吞噬生命精气,还有大巨灵阵。 这说明,下面定然有灵气汇聚之地,也有毒胀横生之处,还有能吸食精气之物。 不管那玩意是死的还是活的,这群人下去,绝对讨不得什么好处。 于是乎,韩非一不小心,在这青石上碰了一下。 卡擦,青石上的裂缝,陡然扩大的数倍,七个人顿时赶支了过来,韩非一脸茫然的左右看了看,不明所以。 下一秒,于基率先赶来,盯着青石上的裂缝,目光炯炯。 于越横了韩非一眼,然后拍了拍石头。 卡,裂缝又大了一些,有人惊讶道,这石头有问题啊。 他似乎有一点淡淡的吞灵之力,但是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有人看了韩非一眼,于干,你是怎么发现的? 韩非茫然的看了于基一眼,我,不知道啊,于越裂开于嘴,果然,只是他运气好,碰到了青石。 这才使得青石裂开了而已,都是巧合。 于基也相信这个说法,毕竟,韩非可是在大几十万里之外才觉醒成碧海蓝腰的。 珊瑚死地,他肯定是没来过的,若是韩非看穿了秘境入口,那也不至于现在这么一脸茫然的模样。 只见于基一于插拼过,甚至都没有废礼器,这青石就被斩裂开了。 韩非也不禁有些无语,这也太脆了,恐怕就算这一次不被自己发现,过不了一两个月,这块青石也会自己裂开的。 不过,这也让韩非有些诧异,这青石在这儿得有多久时间了。 竟然都这么脆的了,当青石碎裂,一个不起眼的圆窟窿,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在那一瞬间,韩非看见自己的储备灵器,直接就减少了五点。 咦,这眼都碎了,风镜还未展开,显然下面还有风镜静置才对。 有人道,鱼干,你先下去,鱼姬眼睛逆横,你怎么不下去? 那人无语,鱼姬,你是不是也太维护他了? 就算你是将他当左右守卫培养,但这种时候,他难道不该身先士卒的吗? 鱼姬皱眉,他实力虽然不弱,但还没法运用自如。 我先下,我,韩非直接挡在了鱼姬面前,拦住他的去路,看得鱼姬一愣。 这是韩非头一次挡在了自己面前,显然是不想让自己涉险。 鱼姬心道,果然还是真诚待人,别人才会真诚待你。 只是,鱼姬不知道的是,韩非想下去,无非就是想着先把宝贝拿到手,能固执封镜搞死几个就搞死几个。 让别人先下去,自己还怎么动手脚,韩非声音淡漠,唯有一丝情绪,等我。 上来,说完,韩非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封镜之中。 落下去后,韩非首先看见的就是一片石灰粉一样的沉淀物。 这里有大量乳白色的石头,透明色的地底眼睛。 狭长的通道一直往里面通去,也不知通向何处。 接下来,韩非想往回看看,这封镜能不能出去。 结果,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连牵引之力都不能溢出去。 人果然进来了,就出不去了。 当即,韩非咧嘴一笑,特么的,憋死我了。 贵儿子们,太小爷我待会怎么搞死你们,韩非一直在关注着灵气流失,发现此刻的储备灵气,是以每一秒五六点的速度在往下掉。 这速度已经很恐怖了,人在这儿带上一炷香的时间,若是没有灵果补充,基本上体内的灵气就干了。 嘖嘖,有点东西啊。 韩非禁止往秘境里面走去,反正也出不去,到时候自己有借口可以推脱。 但等他们进来之后,呵呵,若是挨不住,就是自己下手的好时机。 往里面,韩非发现一片绝大的海底岩洞,怪石灵巡,全都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白色。 韩非感觉自己体内的天灵解毒虫,偶尔会动一动,显然这里面还带着一丝毒物。 当韩非的目光落在海底岩洞的中心地带时,整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了。 这特么哪是什么秘境,这根本就是一个养毒之地。 在韩非的视野中,是一株天命毒草,据无尽海域临直升录全集中记载,天命毒草,那是一种奇特的毒物,分为两种状态。 一种是未成熟之时,称之为天命毒草,去毒无比。 不仅能侵蚀体魄,更能侵蚀神魂。 一旦占之,三日必死,一旦识之,三息必死。 另一种是成熟之时,称之为天命圣草,其补无比。 一旦识之,体魄通玄,蕴藏无穷生机,甚至有可能打破神魂弊障。 而韩非现在看见的这一株,还未成熟,不过却也即将要成熟了。 只有即将成熟的天命毒草,才会需要大量的灵气,生机来催熟。 恐怕,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天命毒草才会加大灵气和生机的索取,才会导致这个秘境暴露出来。 只是,韩非此刻目光闪烁,天命毒草是坚决不能碰的。 就现在这般,想要催熟,至少也要等个数月的光景。 可自己哪有数月光景去等这株林草成熟。 至于催熟,倒是很简单,用生机去填,拿灵气去养。 韩非自己是养不起这玩意儿的,不过,外面不是还有七个半人鱼呢吗? 用他们七个来催熟这株天命毒草,似乎还挺划算。 当然了,前提是在这些人并不认识天命毒草的情况下。 否则,指不定他们就把自己淡掉了,去喂养天命毒草。 问题是,任何灵植都有守护生灵,毕竟,海底到处都有生灵,一株灵植从孢子状态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生灵从中受益。 其中,最强大的那一个生灵将渐渐地演化为守护生灵。 但守护生灵也会这争斗、厮杀、留下来的,总是最强的。 韩非此刻,并未看见守护生灵,讲必天命毒草的守护生灵,绝不会简单。 首先他要能不依赖灵气而存活,其次在没有生机的情况下还能活,最后还要能抗毒。 这种生灵,本身就是个怪物。 韩非感觉,除非自己变成人形态,否则就自己现在这样,还不一定能搞得定。 算了,先想办法让那几个家伙下来。 这个秘境,进来以后也就海底岩洞这么大,方圆不到三千米到头了。 虽然到时候那些伴人鱼有可能会拿自己顶当,但大家都出不去了,那会就算翻了脸,问题也不大。 大不了提前买好毒神,搞死他们,应该不难。 咚咚咚,詹虎死地在微微颤抖,幅度极小,但对于鱼鸡等人来说,感应到这动静的本事还是有的。 鱼鸡,鱼竿在下面敲击,应该是确保了下面无碍。 鱼月,不可轻信,万一是秘境里出现什么变故了呢? 有伴人鱼道,再等等,反正珊瑚死地就在这里,就算以后再过来也是一样。 不过,也有伴人鱼不赞同,以后来,如果秘境里有东西,以后还轮得到你我。 鱼鸡直接没理睬这些人,一步就跨入了秘境。 鱼鸡刚一出现,就看见一柄鱼叉朝着自己次来,他下意识的反应是韩飞在埋伏自己。 可下一刻,韩飞连忙收起鱼叉,然后看着他说,我在。 尝试出去,鱼鸡皱眉,下面有什么?韩飞,灵气,在消失。 鱼鸡当即脸色一沉,略微感受了一下,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体内的灵气,的确在减少,他误会鱼竿了,他以为鱼竿是想叫他们下来,实际上是,鱼竿自己想出去。 不过,这会儿已经晚了,就看见上方,一个又一个半人鱼已经冲了下来。 片刻后,有半人鱼怒吼,混账,我就知道不能相信碧海蓝腰,这回把我们全坑在这儿了。 鱼鸡皱眉,求生乃是本能,逆境出不去,难道在里面等死? 鱼月冷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被他弄出来的动静给骗下来了。 若是出不去,我第一个就宰了这个碧海蓝腰。 呲,韩非冲着鱼月呲牙,也表现得非常愤怒。 实则,韩非心中乱爽,让你再嚣张一会儿,一会看着你们哭。 第747章守护声明的恐怖,虽然鱼月等人恨不得干掉韩非,但是人特么都已经下来了,又碍于鱼鸡的面子,倒也不好动手。 众人来都来了,与其和韩非在这边计较,倒不如早点想办法把这封禁给破了。 只是,当他们看见天命毒草的时候,纷纷露出了惊恶的表情。 有人惊呼,这,这不是秘境,竟然是灵质结界。 鱼月目光闪烁,能诞生结界的灵质,这是一宝。 鱼鸡皱着眉头,看了一眼韩非,鱼干,你最先进来,怎么没去摘下? 韩非耿直地回答道,不敢,听到韩非说出不敢俩字,众人热切的目光也就都收回来了。 刚才,他们光顾着想这时一宝了,但是,哪一个天地域生的灵质,没有生灵守护呢? 鱼鸡闻言,也是沉稳地点头,还好你没去,否则生死难料。 只听一只半人鱼道,我们七人联手,不。 我们八人联手,即便是强大的守护生灵,也定然能够除掉。 只要摘下这灵质一宝,这结界自然也就破了。 有人附和道,对,再强的生灵,也不至于我们这么多人都打不过,上。 鱼鱼看向鱼鸡,你怎么看?鱼鸡点头,可以,联手拿下。 至于这灵质究竟归谁?等回到了城里,根据灵质的效果,再分。 鱼鱼咧嘴,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说着,鱼鱼看向韩非,你不要拖后腿就行。 上,韩非心说,我必须拖你后腿啊,不过这海妖也不行嘛,竟然不认识天命毒草,不过想来也是,这东西灵质大权是没有来的,自己退推演的无尽海域灵质收入全集里才有。 说着,逾越七人就冲向了那天命毒草。 韩非表示无语,真是不知者无畏啊,天命毒草你们也敢拿,怕不是嫌命不够长了,韩非刚才不是没有心动过,可就算有天灵解毒虫在身,他都不敢拿。 他不确定天灵解毒虫能不能挡得住,这可天命毒草啊。 按照韩非的估计,应该是挡不住的,估计啊,自己拿到手的时候,天灵解毒虫首先就撑死了。 但是,这天命毒草成熟在即,韩非倒也不会放弃的。 只是,不管毒能不能扛得住,至少那守护生灵还没有看见。 韩非此刻又不是隐身状态,自然不会傻乎乎地往上冲。 韩非跟在鱼姬身后,警惕四方,刷,就在八人朝着天命毒草飙去的时候,或人间一声破空声响爆出。 只看见一只半人鱼,如同炮弹一样,或人间就被抽飞。 他的身体,直接镶嵌进了岩壁之中,小心,鱼姬刚刚喊出,就看见一个同伴,半个身子或人间消失不见了。 然后,就看见那半截身子,疯狂地甩了起来。 直到半截鱼尾巴甩飞了出去,鲜血飞溅,众人才耸然大惊。 韩非耸然,幸亏刚刚自己没出手啊,原来是隐形的生灵,一口一个添交,这是不是强得有点过分。 鱼姬喝道,鱼心,守护生灵是隐身的,实力极强,鱼月抱贺,全力出手,登时间,鱼姬,鱼月,还有一只半人鱼,同一时间,身披黄金战衣,手持黄金鱼叉,身上白燕燃烧。 韩非一见这状态,当即心中移动,眼中泛出淡淡的红光。 可是,这隐身的守护生灵察觉不到灵气流动,事实上,这守护生灵根本就没有灵气,不出意外,这生灵不仅没有灵气,连生机都没有,应该是某种不死生灵。 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到如小黑一般,神出鬼没,尽管他已经攻击了对手,结果众人连他的位置都找不到。 只是,在韩非的眼中,一抹若有如无,巨大的身形出现在了视野之中。 那玩意儿,根本就是完全透明的,自己也只能看见他的水纹被阻隔的范围,而看不见他的身子。 不过韩非暗暗吸了口气,根据他的观测,这不得有近百米了吗? 可笑那几个半人鱼,还妄图用人数去填。 韩非的眼中,信息浮现,名称幽灵蛮,介绍鬼胶卯和血隐蛮的杂交产物,觉醒上古幽魂血脉,喜时死气,畏惧生机和神魂攻击,拥有锋利的虚无支持,可咬碎神兵以下所有武器。 一尾之力,可达六百万斤,等级五十三,品质传奇,预含灵气零点,使用效果不可使用,可采集虚无支持,不可吸收,看见这个信息,韩非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特么岂不是无敌了? 灵气没有,身体是虚无的,至于畏惧生机,这算什么弱点? 至于神魂攻击,韩非又不是张玄玉,自己并没有修炼过神魂攻击类的术法。 这会儿,韩非不禁也有些暗悔,之前,为了找下小禅,猎魂术没有学,后来就更没机会学了。 这就意味着,自己似乎拿着只传奇类生灵毫无办法。 却见韩非往幽灵蛮身上碰了一下,然后整个人,躲然间如炮弹一般,被轰了出去。 韩非整个人,直接相近了岩壁之中,鱼干,鱼姬心头大惊,通过水纹震动,可以隐约看清这守护生灵在哪。 岩壁中的韩非,嘴角微微勾起,找到在哪儿就有用了。 那特么庞大的身子长达近百米,傻子才硬干。 跟韩非一起镶嵌到了岩壁的那祸,此刻还挣扎着跑了出来,怪叫了一声,不晓得什么半生灵融合了,身上出现了一堆的触手。 鱼姬似乎找到了幽灵蛮的位置,鱼叉抱起,滚滚灵气注入了神器。 身后,一尊金色发光的水形虚影爆发,异于差点向那幽灵蛮。 不得不说,鱼姬用水纹震荡的方式,确实能找到这条隐身鱼的位置,方法有效。 此时,鱼姬喝道,用灵魂攻击,普通攻击对这守护生灵没有效果。 其中,一只半人鱼眉心闪烁,一抹奇光冲出,以神魂之术,强行轰击幽灵蛮。 吼,仿佛来自九幽的嘶吼,在那只半人鱼眉心闪烁的同时, 韩飞就看见一道水影,直接将那只半人鱼整个地给吞了进去。 嘎吱,那半人鱼,直接就被碾碎,看得韩飞头皮发麻。 已经有两只半人鱼,被这玩意给咬死了。 此时,虚空中颤动了一下,之前,被咬得只剩下半截的半人鱼, 此刻又出现了,它是满脸的惊恐。 此人怒吼道,这守护生灵太恐怖,须以神魂攻击杀之。 众人无语,我们特么要你说,鱼力刚刚施展过神魂攻击, 结果被人家一口给吞了,当糖豆一样给吃了。 有一只半人鱼照出了半生灵,爆发出诡异声波,直冲幽灵蛮。 吼,砰,此人被一尾巴抽飞,在地上撵出去的有五百多米。 人才刚站起来,护身杖陡然爆发,然后护身杖爆碎, 它也只剩下半截了。 这一幕,看得所有人心里发寒,这特么还怎么打? 灵魂攻击没有用吗? 这大家伙一口一个,谁扛得住啊? 愉悦惊恐,该死,这守护生灵超过了五十级。 诸位,逆法全开,同时对它施展精神功, 人的都,韩非琢磨着,自己一直镶嵌在岩壁里,似乎是不太好。 于是,韩非顿时嘶吼了一声,整个人将鱼叉用到了极致, 一鱼叉刺向了虚无之中。 鱼鸡,笨蛋,回去,砰,韩非又镶嵌进了岩壁里面, 一口鲜血喷出。 不过,他毫不在意,此刻正满意地添了一下舌头。 嗯,赤荡地刷一下存在感,连续两次被抽击, 我又没有不死印,我也全力战斗了,大家都看见了。 让我躺一会儿,就看见两只快被咬死的半人鱼, 通过不死印又出现了。 此刻,七只半人鱼的眉心,同时闪烁着诡异的白光, 纷纷化作神魂攻击,轰向幽灵满。 吼,吼吼,岩壁在破碎,白色的地底玄金,碎得满地都是。 果然,幽灵满虽然厉害,但是面对七个人的神魂攻击, 还是顶不住。 经过这一次,他就受伤不清,不过,在韩非的眼中, 这幽灵满已经扑向了一个刚才施展过不死印的家伙。 那人正在喘息,正意图再次反击, 结果,忽然间,他体内的灵气忽然一致。 他当时脑子就大了,有人对他施展了封禁术。 自己这一群海妖中,谁对他施展的封禁术? 还没等他想个明白呢, 幽灵满再次将他咬成了两段。 紧跟着,恐怖的气息降临, 这人竟然还有垂死一击。 结果,那恐怖的气息降临出现, 却根本找不到对手。 于是,这垂死一击, 只停留了一夕时间,便消失了。 鱼姬娇喝,鱼力,快闪开。 鱼力,是刚才用过不死印的半人鱼之一, 鱼姬觉得这幽灵满肯定拥有高度的智慧。 实际上,鱼姬猜中了, 这幽灵满,确实是在选择和这三人战斗。 只不过,他的目标不是鱼力, 而是另一个家伙。 哭哧,韩飞的封印术再次发动, 那人哪能料到这个,正准备爆发呢? 体内灵气和妖气停止流转了, 当即被一口咬死了。 紧跟着,惊恐的鱼力, 因为找不到幽灵满的位置, 四处仓皇逃窜。 鱼月大吼,别跑了, 诸位,再来一次灵魂冲击, 就在鱼月大吼的同时, 鱼力身体也是一致, 再次被咬成了两截。 转眼间,七个强大的半人鱼天骄, 直接死了三个, 看到韩飞心底喜滋滋的。 韩飞暗道,好样的, 大兄弟,顺便把那个挑适的鱼月给干掉, 我可以帮你呀。 第748章有仇必报的鱼竿。 韩飞毫不在意死掉的那三只半人鱼。 只是, 剩下那几个都比较难搞, 想要干掉它们, 哪会那么容易? 比如此刻,鱼姬双眼变成了白色, 一股灵魂风暴在海底沿洞内卷起。 其他三人, 几乎同时都爆发出了惊人的灵魂冲击之力。 这让韩飞无比诧异, 难道, 半人鱼各个都会精神攻击? 虽说几人的攻击强度有高有低, 但事实就是他们全都会。 而在人类中, 会精神攻击, 灵魂冲撞这些数法的, 极少。 包括韩飞自己, 除了战魂攻法和并未学习的猎魂术, 他也不会。 幽灵魂当然不是无敌的, 几次被冲击, 即便是传奇类生灵, 也扛不住如此暴虐的精神攻击。 这是他第三次被击中, 岩石碎裂满地。 只听于鸡胶喝一声, 鱼干, 你去抢灵芝一宝, 我等挡住这生灵。 韩飞一听这话, 整个人顿时就不好了, 你知道那玩意儿有多毒吗? 我抢, 我摸一下, 都得中毒。 群常人若无解药, 三日必死, 跟你开玩笑的。 不过, 韩飞转念一想, 不用打架也好, 幽灵蛮再不忌, 估计至少也还能再干掉一个。 至于自己, 韩飞浑身正鲜血淋漓呢? 他挣扎着, 从眼壁中爬了出来, 冲出来后, 直接就往天命毒草冲去, 幽灵蛮哪能让韩飞得逞, 咆哮了一声, 巨大的尾巴当时就冲了过来。 其中, 一只半人鱼身后金光璀璨, 一只水行大手, 握成拳头, 朝着幽灵蛮那幽灵之影砸去。 砰, 砰蒙, 六百万斤距离, 直接将这人员远地拍了出去, 他的浑身骨骼怕是断了近半。 不过, 鱼月紧跟其后, 以黄金鱼叉打出了斩浪之姿态, 竟然硬生生将幽灵蛮的尾巴劈了回去。 在韩飞的感知中, 那尾巴竟然被劈开了小半截。 好家伙, 挺网啊这个鱼月, 只听鱼月大喝, 鱼干, 速抢灵直一宝。 敢敢有异动, 第一时间就斩了你, 韩飞翻白眼, 先到你先把幽灵蛮断掉再说吧。 反正我就是个打酱油的, 让我挖天命毒草, 呵呵, 我脑子有病啊。 只见韩飞趁机, 一只手伸到了天命毒草之上。 结果, 下一刻, 一圈结界出现, 然后, 也不管其他, 韩飞直接往地上一趴, 浑身抽搐。 鱼鸡一点心忙击出, 正挡住幽灵蛮的一次撕咬, 整个人撞在岩壁上, 蹊跷流血。 但见到韩飞在抽搐, 鱼鸡当即大喝, 不好, 那灵植疫宝有问题。 韩飞还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结果又趴了下去, 然后坚然道, 有。 毒, 韩飞体内, 天灵解毒虫已经动了起来。 一条灰色的雾气, 已经被他拽到了身前, 正一口一口地大块朵頤呢。 韩飞则趴在天命毒草边上, 感觉体内灵气和生机都在被一点一点吞噬着。 他不禁无语, 鱼鸡那几人的灵气还没枯竭吗? 这种程度的激烈战斗, 体内储藏的灵气, 应该打得差不多了吧。 果不其然, 随着鱼鸡娇和一生, 众人几乎同时在起秘法。 吼, 翁, 在一片乳白色的精神冲击中, 只见一名扮人鱼被幽灵腕一脑袋顶得撞在韩飞身边, 守护天命毒草的结界都壮烈了。 这人看了趴在地上的韩飞一眼, 脸色微变, 这玩意有毒啊。 等他再看自己双手之时, 赫然发现自己的手上已经一片灰黑。 此人吼道, 不好, 有剧毒, 此物剧毒。 只是, 他喊迟了, 幽灵蛮冲飞了鱼鸡和鱼月, 又一口对着这人咬了过来。 只一口, 就把这人给生吞了, 韩飞只感觉头皮发麻, 这幽灵蛮是真的猛。 他仗着自己不怕普通攻击, 独占七支扮人鱼添交。 这份实力, 已经极强了, 韩飞不由得猜测, 传奇类及以上的生灵, 都这样恐怖的吗? 假如是夏日天和小金他们到了53级, 打这几个人应该会很轻松吧? 夏日天就甭说了, 只不定能一鞭子一个, 活活抽死他们。 至于小金, 呵呵, 一道电闪之刃, 劈死两三个, 跟玩似的。 海神附体, 却见鱼鸡身上陡然冒出数十杖刀的巨大虚影, 手持金光刺目的鱼叉虚影, 瞬息间, 将幽灵蛮定在了韩飞不远处。 韩飞惊恶, 幽灵蛮竟然被戳得现醒了, 这什么是神仙攻击, 海神附体, 跟海王有啥区别? 不过, 鱼鸡似乎也不好受, 整个人鲜血狂喷, 似乎遭受了什么严重的反噬一般。 刚刚被咬死的半人鱼, 此刻又从虚空里跑出来了。 他的不死应用了, 此刻脸色极为难看, 韩飞暗暗叹了口气, 果然, 强如幽灵蛮这样的53级传奇类生灵, 终究还是要败了。 不是他不够强, 他已经强得有些可怕了。 只是, 对手都是天骄, 而且一个个都有两条命, 还都会灵魂攻击或精神攻击。 这还怎么玩, 在墙里, 也扛不住这么多人打。 另一个, 骨头碎了一半的半人鱼冲了过来, 对着幽灵斑捕了一刀。 黄金鱼叉, 狠狠地扎进了幽灵蛮的虚影脑袋中。 鱼跃吐了一口血道, 好了, 这鬼东西已经死了。 问题是, 这到底是什么灵之异宝, 毒性竟如此之强。 只是, 鱼跃刚放松下来, 正准备往前走, 一便突生。 吼, 就看见虚影蜷缩, 幽灵蛮直接卷住了两人, 恐怖的力量骤然间爆发。 扑吃, 扑, 咳, 那一刻, 鱼跃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就看见两个同伴直接被卷成了肉饼。 幽灵蛮做出这最后一击, 也不动弹了, 似乎真的是随时都要死了。 韩非的目光闪烁, 心想, 反正都是幽灵, 本该无形的东西, 我收。 一看没收成功, 韩非当即传音, 大家伙, 我是好人, 现在救你。 你不要抵抗, 等机会合适, 我就帮你弄死这些家伙。 幽灵蛮微微抖了一下, 吓得愉悦不敢贸然上前, 而是站在几十米外暗暗观察。 我收, 当即, 巨大的幽灵蛮虚影, 凭空消失了。 这直接将于悦和重伤的鱼姬, 给吓了一跳。 等另外一人从虚空中跑出来, 第一时间就搜一下, 远离了天命毒草, 那生灵呢。 韩非无语, 就这还剩下三个人啊。 鱼姬浑身燃血, 奄奄一息, 背靠着眼壁, 气喘吁吁。 于悦和另一人, 是状态相对比较好的。 这时, 却见那于悦, 第一时间不是去研究天命毒草, 而是来到了鱼姬面前。 他歪了歪脑袋, 异于叉叉入了鱼姬的心脏。 韩非看得瞳孔一缩, 这特么什么操作。 只见于悦看了眼另一只伴人鱼道, 鱼飞, 你还能继续忍受鱼姬这女人吗? 干掉她, 夺了她的吞海贝, 你我将崛起。 鱼飞错愕, 这, 鱼姬有不死印, 鱼越冷笑, 有不死印又如何? 刚才那一击, 她用海神秘法, 消耗得太大。 不死印就算可以保她不死, 也不能保她实力恢复。 说到底, 她还是极度虚弱的, 鱼飞目光闪动, 到时候, 我们该怎么说? 鱼越寒声道, 战死了败, 鱼力他们都战死了, 还怕找不到借口。 韩非继续躺尸, 心中计较着, 这鱼越不是省油的灯啊。 只怕, 她想干掉鱼姬已经很久了, 却见虚空颤动, 鱼姬出现的第一时间是跑。 可是, 又一道恐怖的海神机爆发, 直接将其钉穿在地上。 鱼姬目光有些涣散, 鱼越, 你好很。 哈哈哈哈, 你不是一直高高在上的吗? 你不是看不起我吗? 你拿我不当人看, 现在知道后悔了。 鱼飞窝着鱼叉, 正在纠结。 她知道, 鱼越这时候, 其实也差不多没力气再战了, 要不要趁机干掉鱼越。 只是, 不管是鱼姬, 还是鱼越, 他们都有垂死一击。 那力量, 对抚幽灵蛮可能没啥用, 但是, 对她而言, 她几乎无法抵挡。 鱼越回头看了一眼, 将鱼姬丢到那灵质结界上, 毒死她。 鱼越也不傻, 干掉鱼姬, 必然会引起垂死一击的发动。 到时候, 她也活不了, 但是, 如果堵死了鱼姬, 那垂击一击, 说不定会将结界轰破。 鱼姬身受重伤, 艰难道, 鱼越, 斩杀童族, 你终将被审判。 砰, 鱼越一鱼叉, 嗨在了鱼姬的脑袋上, 你算什么东西? 你平时, 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哪去了? 我会踏着你的尸体, 成为新一代的领袖之一。 鱼姬被鱼越一鱼叉, 给拍晕了。 这看得寒飞十分无语, 原来海妖内部也并不和谐。 果然, 有智慧生命的地方, 总是会有竞争的。 鱼越抓着鱼姬的头发, 拽着她, 往天命独草这里走来。 路上, 她还偏了鱼飞一眼, 聪明人, 该知道怎么选择。 鱼飞当即扶手, 鱼飞愿追随鱼越大人。 哈哈哈哈, 扑痴, 鱼越正笑着呢, 混然之间, 脖颈被冻穿。 她看了一眼鱼飞, 然后低头看了 眼躺在地上的韩飞, 眼睛瞪得滚圆。 韩飞摆了摆手,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鱼越, 第749章 鱼越叛逃, 鱼越傻眼了, 这种从巅峰跌落尘埃的感觉, 让她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一般。 这个该死的鱼竿, 怎么会没死? 这个该死的鱼竿, 一直都在伪装, 只是, 那一刻她断了思维, 护身杖她早就用了。 所以, 韩飞这一击, 她根本连躲都来不及躲。 韩飞感觉到虚空一颤, 感知似乎有一种古怪的力量将鱼越牵扯了出去。 除了上一次自己体验过不死硬外, 这一次是韩飞最近距离的感受到不死硬。 咦, 空间波动, 微等韩飞好好的感受, 那股空间波动就消失了。 韩飞当然知道, 那是不死硬的某种力量, 将鱼越拽进了某种神秘领域。 可惜, 如果自己能掌握这种空间波动的感觉, 是不是就可以无视对方的不灭地, 直接干掉对方。 这不, 鱼越一死, 鱼飞震惊地想要逃离韩飞的身边。 然而, 韩飞哪里能让他如愿? 在韩飞出手对付鱼越的时候, 就已经心念一动, 虚空锁链已经将鱼飞封锁。 土肥猿, 趁机吸住了鱼飞的肢体, 韩飞的鱼叉已经点了出去, 恐怖的力量汇聚, 眨眼间, 已经刺穿了鱼飞身上的极品战衣。 你是谁? 鱼飞极度震惊, 韩飞的出手实在是太快了, 在鱼越死的那一瞬, 自己就已经被束缚。 你特么跟我说, 这是一个刚觉醒的碧海蓝腰能干出来的事。 韩飞顶着鱼飞一路游了数十米, 黄金翼一举拍在了他的脑门上。 当, 鱼飞只感觉脑袋炸开, 可这才哪到哪? 周围的海水, 化作一柄柄水刃, 直接将鱼飞卷了进去。 而韩飞自己, 早就收回了夏日天河土肥猿, 躲远了, 防止这祸的体内有垂死一击。 就算自己能挡得住, 也没那个必要, 是不是? 而且, 这时候虚空颤动, 鱼越已经快要出来了。 韩飞心念一动, 小金出现, 当鱼越出来的那一刻, 韩飞笑眯眯的看着他, 来了。 拜拜, 电闪之刃, 呲了, 抓, 鱼越死了, 他临死, 都不知道为啥鱼干会这么强。 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 这鱼越显然也不是普通人, 体内的垂死一击, 声势害人。 早在小金批出一记电闪之刃时, 韩飞就已经收回了小金, 往入口处跑去。 但那垂死一击, 仿佛是锁定了攻击, 直接就烙印在了韩飞的身上。 空, 黄金印挡在韩飞身前, 土肥原附体, 韩飞依旧在横飞, 感觉骨头被轰断了似的。 个归儿子的, 幸亏有土肥原顶着, 不过垂死一击这些玩意儿, 都不值钱的吗? 怎么谁都有, 这次的攻击, 韩飞是扛下了, 受了点轻伤。 他有点小去了这鱼跃身的力量了, 恐怕不会比鱼鸡差了多少。 磕磕, 稍微吐了点血, 韩飞往昏迷不醒的鱼鸡体内, 注入了一些灵气。 韩飞的那口血液刚吐出没多久, 就被一股子力量牵引, 会向天命毒草。 此刻, 他感觉体内有生鸡依旧在流逝, 但是, 韩飞并不慌, 生鸡这个东西, 是可以补回来的, 自己练化天地里全是大补生灵, 每天吃一点, 很快就能回来的。 而且, 所有已经死去的, 生鸡都在被剥离, 身体在渐渐干涸。 倒是鱼鸡, 韩飞捉摸了一下, 先将所有人包括鱼鸡在内所有的吞海被全都给翻了出来, 并将好东西都拿走, 然后又给这些人塞了回去。 最后, 韩飞才给鱼鸡体内注入了一丝灵气。 做完这一切, 韩飞想了一下, 拿起鱼叉, 再次在鱼鸡的脑袋上, 重重地冲了一棍子。 得, 你还是晚点儿再醒过来吧, 至少等着天命毒草, 变成天命圣草的。 所有人的生鸡, 都在会像天命毒草。 一个时辰后, 韩飞已经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药香。 嗯, 有毒。 韩飞发现, 正在疯狂吸取生命, 像成熟形态转变的天命毒草, 竟然在散毒。 虽然毒素并不是很高, 但韩飞也不确定鱼鸡能不能扛得住。 希望鱼鸡死的, 倒不是自己怕被海妖追捕, 而是自己需要有个人带自己出去, 离开这里, 否则茫茫大海自己连往哪儿走都不知道。 再者, 韩飞对他们口中的弯腰骨很是好奇, 琢磨我现在堂堂一海妖, 棍进去躲几天应该问题不大吧? 三个时辰后, 鱼鸡的头发白了一半, 身上的皮肤有些干裂。 六个时辰后, 鱼鸡的头发全白了, 皮肤上满是褶皱。 韩飞琢磨一下, 心念一动, 头发也开始变白。 只是, 自己身上的褶皱, 怎么处理? 韩飞一边想着, 又对着鱼鸡的脑袋上, 重重地又敲了一棍。 敲完了之后, 韩飞还给鱼鸡塞了一枚灵果进肚子里, 给他补了一些生机。 做完这一切, 才一一去查看从鱼月他们身上掏来的宝贝。 嗯, 一零零零惊奇灵业, 没啥用, 先留着。 或, 六千斤灵犬, 才六百多万灵器, 还差得远。 呦, 三变金餐, 这可是好东西, 蕴含大量的能量, 正适合推演虚空垂吊术的时候吃。 嘖嘖, 三十块上品零食, 你们咋这么穷呢? 好歹也是堂堂添娇, 就这么点存货。 极品材料, 咦, 不是, 似乎比极品材料还要高级, 这是鱼鸡的吞海贝, 里面有一块透着紫光的石头, 名为紫霞精, 竟是一枚可炼制神兵的材料。 可是, 这也太小了, 连一饼匕首的料都不够。 海神九连机, 韩非抓着一枚玉剪, 应该是自己之前抢到的那本海灵三连次的升级版本, 赫然达到了天级夏品的品级。 韩非琢磨了一下, 做事得做全面楼, 东西不能全拿, 特别是鱼鸡的吞海贝里, 神兵材料还是留给他吧。 以后想要有的是机会, 当韩非将所有的战利品划分好, 一共得到了起铃叶一二零零斤, 铃泉一万九千斤, 铃果三百六十枚, 夏品零食, 再加上中品, 上品的零食, 零气综合一六零零万点左右。 至于各种材料, 韩非基本没拿什么, 自己又不可能一直当海妖, 如果进了那什么万妖谷, 偷摸摸弄死几个人, 还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 不仅如此, 韩非还拿自己炼化天地内的一些东西给他们吞海贝里塞了一点进去, 不算垃圾, 但在韩非眼里和垃圾无异。 只是, 韩非严重怀疑, 这些个海妖, 在遇到好东西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选择自己用了。 毕竟, 东西再好, 还是填进肚子里, 最安全。 要不然, 万一在战斗的时候, 输了, 然后被人给抢了, 那可就惨了。 韩非算了一下, 这一次的劫掠, 再加上自己身上储备着的灵器, 合计五千两百余万。 看起来不少, 实际上还差得远呢。 自己想要推演虚空垂吊术, 还缺四千八百万点的灵器呢? 这远远不够, 自己总得流点而灵器保底吧。 韩非瞅了瞅, 还趴在地上的鱼鸡, 也不知道他脑子有没有被冲坏掉。 要是没冲坏的话, 自己是唯一活下来的, 他应该会带自己去那什么万妖谷转一转吧。 在海妖的城市, 好东西应该不会少的吧。 一天后, 天命毒草散发出亲人心脾的香气, 韩非大喜, 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只鸡品灵器的盒子, 在等待了。 天命圣草, 现在当然是不能吃的, 这玩意蕴藏无穷生机, 现在吃了, 生机不绝, 到时候鱼鸡醒来, 肯定会怀疑自己。 当天命毒草的结界敞开, 韩非知道, 这玩意已经成熟了, 已经从剧毒之物变成了大补之物。 韩非毫不客气地摘下了这株天命圣草。 不过, 却留下了一小节根筋, 可不能小看这只甲大的一点根筋, 就这也富含着浓郁的生机。 然后, 韩非四周瞅了一下, 发现所有的海妖都已经变成了真正的鱼竿了。 韩非嫌弃地扎巴了一下嘴, 忽然间身体一震, 鲜血狂飙。 接着, 就往地上一趴, 趴在了鱼姬的旁边。 趴了几分钟, 韩非一琢磨, 又给鱼姬送了点灵气, 塞了一枚灵果。 然后, 韩非才跑到原来的位置, 趴下, 撞死。 嗯,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就看你啥时候能醒了。 韩非这一趴, 又是趴了一天, 一天后, 鱼姬只感觉脑袋生疼, 仿佛被人用棍子抽了无数下, 感觉都快被抽成骨裂了。 因鱼姬一只手捂着脑袋, 豁然间发现有什么东西搭在自己的身上。 低头一看, 那是一只脚, 搭在他肚子上, 这是韩非防止鱼姬这女人忘了他, 故意搭上去的。 他当即大怒, 准备干掉这个无耻之徒, 结果一看, 却是韩非, 胸腹起伏低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鱼姬愣了一下, 他连忙起身, 鱼姬转头, 看向四处, 发现海底岩洞中一片狼藉, 有四条干瘪的鱼杆造型各异地躺在地上。 鱼姬捂着脑袋, 尖男帝扭过头来, 看见韩非头发花白, 身边有鲜血已经凝结。 可总归, 韩非是没变成真正的鱼杆, 不过, 他有点诧异, 韩非的头发, 怎么白了? 然后, 鱼姬再一看自己的头发, 顿时色变, 自己的头发也全都白了, 皮肤还稍微有些干裂。 鱼杆,鱼杆, 鱼姬推了推韩非, 见没有效果, 转头看了看原先毒草的地方。 结果, 他发现那朱灵直一宝已经消失了, 只剩下指甲大点耳的根筋, 还在散发着少量生机。 只不过, 生机已经不强烈了, 仔细检查了一遍, 发现这里有强烈的雷霆扫过, 他不禁皱眉, 这里怎么会有雷霆之力, 还如此之强。 只是, 鱼姬发现这里竟没有鱼月, 他人呢? 顿时, 鱼姬身体冰寒, 咬牙切齿道, 鱼玉月, 而敢叛族。 第750章万妖谷, 韩非装模作样地继续昏迷了好一会儿, 直到半日之后, 他才缓缓醒来。 请来的第一件事, 韩非第一时间道, 我没死。 鱼姬正在盘膝恢复, 那仅存的少许根筋, 已经被他给吃了, 给他补充了一点生机。 鱼姬闻言, 豁然睁开双眼, 你竟然活下来了, 既然你当时没死, 你有没有看见什么? 韩非洋装头疼, 迷惑了许久, 似乎, 有声明, 从外钻入, 和鱼月打了起来, 然后, 我就不知道了, 韩非不傻, 鱼姬这些人, 绝对是有命悲的, 鱼月之死, 必然是瞒不过去的, 既然瞒不过去, 就得有合理的解释, 如果鱼姬不信, 那自己就干掉鱼姬, 如果鱼姬能相信自己, 自己就想办法跟着鱼姬, 回万腰骨去吃香的, 喝辣的, 然后再撕鸡逃走。 韩非得如意算盘, 打得贼响, 现在就看鱼姬是什么反应了。 结果, 鱼姬皱着眉头, 所以, 这才是鱼月眉杀我的原因。 不对, 可能是他走的仓促, 竟留下了一小节灵芷一宝。 那灵芷蕴藏浓郁生机, 你跟我才能得活, 强行得自己解释了一下, 鱼姬看向韩非, 没见过你这么走运的避海拦腰。 韩非呢呢道, 装死, 是海洋生灵生存的必备手段, 而且, 当时我, 受伤极重, 鱼姬, 鱼姬当即闭目感受了一下, 又一次检查了一下那道出目惊心雷霆展出的痕迹。 很强, 鱼月只能挡住这等雷霆之威吗? 哭得, 鱼姬看见角落里一丝灵甲碎片, 上面一片焦糊。 鱼姬皱着眉头, 鱼, 鱼月的鳞片, 难道他死了? 可他的尸体不在, 不管他有没有死, 我们先回万腰谷。 一连两天, 鱼姬和韩飞在海里穿梭, 和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灵战斗。 韩飞发现, 原来, 海妖遇见有些渔群的时候, 也是要跑路的。 原来, 海妖的生活也不咋的。 鱼姬此刻, 就在用牙撕咬着一只海棒, 看得韩飞很是恶心。 我特么是来找鸡人的, 你就给我吃这个。 韩飞抱着海棒, 在发呆, 却听鱼姬道, 鱼干, 你怎么不吃? 不喜欢吃海棒, 韩飞的眼皮子抖了两下, 忽然嘴里喷出妖气。 在韩飞的刻意操控下, 海棒被妖气卷住, 烧熟了。 然后, 韩飞上去就是一口, 撕下一大块。 虽然我不生吃, 但乳香随俗, 三分熟总要的吧。 这是演员的自我修养。 鱼姬呆了一下, 三两口吞掉了手里的肉, 差一道能喷吐妖气烈焰的生灵。 鱼干, 看来, 你觉醒之前, 不是奇异类生灵吧。 韩飞愣愣地咬着海棒, 不知道, 鱼姬笑了笑, 放心, 你觉醒得晚, 但实力却已然是高级海妖境界。 通常来说, 只需掌握一些战绩, 懂得吸收一些资源, 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化妖境的巅峰。 我, 见韩飞傻愣愣的模样, 鱼姬笑了一下, 心说, 这笔海蓝妖的确是有点傻。 不过, 也不知道自己这次能活着, 会不会有它的帮助。 这些不谈, 单从他现在跟着自己的架势, 八成应该是认定自己了。 鱼姬琢磨, 韩飞应该不是一般的碧海蓝妖。 他的天赋, 潜力都是上乘, 如果好好培养, 自己身边将会出现一名得力战将。 又过了两天, 俩人经历了重重磨难, 这才来到了传说中的万妖谷。 距离万妖谷还有两万多里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群海妖发现了鱼姬和韩飞。 这些海妖, 似乎都认识鱼姬, 他们看见鱼姬时, 特别的兴奋, 有人道, 鱼姬大人, 听闻你们出事了, 已经派出去好几十拨人, 寻找你们了。 有人跟在鱼姬屁股后面, 鱼姬大人, 您能安全回来就好。 有人询问, 鱼姬大人, 鱼悦大人没回来吗? 有人看向韩飞, 鱼姬大人, 这列等海妖是谁? 鱼姬一听有人提起鱼悦, 整个人都不好了。 鱼悦这混蛋, 趁人之危, 将自己的不死印都封了出来。 他之所以没敢直接杀了自己, 不过是怕自己身上的垂死一击罢了。 也幸亏是这一点, 自己才能侥幸活命, 可那霍特的歹毒, 竟妄图以灵之一宝, 将自己毒杀。 亏得后来有其他的生灵闯入, 否则, 自己应该是必死无疑了。 鱼姬娇和一生, 都给我滚开, 带我去见鱼通爷爷, 再去见老师。 韩非在旁边, 听得很是无语, 所有的海妖都姓鱼, 那名字砸起的过来。 难道不会有很多的虫名吗? 片刻之后, 韩非傻眼了, 只听鱼姬一路都在指挥, 鱼干, 你去通知鱼伯长老, 告诉他我安全回归了。 韩非当时就愣住了, 我特么哪认识什么鱼伯长老啊? 可下一刻, 一名扮人鱼喝道, 是鱼姬大人。 韩非无语, 连鱼干这么吊扎的名字, 也有铜鸣的吗? 然后, 鱼姬又指挥道, 鱼干, 你去鱼屯帮我拿五千金铃全过来, 快点。 韩非在愣, 难不成, 还有铜鸣的, 就看见又一只半人鱼跳了出来, 是鱼姬大人。 鱼干, 你去, 是, 大人。 鱼干, 你去, 是, 大人。 当时, 韩非整个人都不好了, 为什么特么的你们全叫鱼干? 就特么不能出现一个不是鱼干的吗? 鱼干, 你跟我回去。 韩非正在思考, 却看着鱼姬正看着自己。 韩非满脑子问号, 有, 好多, 鱼干, 鱼姬笑道, 我们万腰骨的名字比较少, 就鱼干, 鱼皮。 鱼一到鱼一百这些名字, 韩非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知道名字少, 你们就不能多起一些了, 这特么叫什么破名字? 一嗷嗷, 跑出来了一堆的鱼干, 这谁特么能分得清楚谁啊? 鱼姬, 喊话的时候, 最后的鱼音落在谁的身上, 就是在跟谁说话。 韩非, 出入万腰骨的时候, 韩非震惊地发现, 这真的就是一大片峡谷, 一片蜿蜒的如巨龙山脉一样的峡谷。 在峡谷两侧的岩壁上, 到处都是洞, 每个洞外, 几乎都有发光的藤条或者海草, 五颜六色的, 将整个峡谷渲染得缤纷多彩, 像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一般。 在空白水域, 还有大量的发光生林, 如发光水母, 灯泡一样的鱼类, 闪烁奇幻光彩的海星等等。 不时的, 韩非看见有的海妖扛着生林在游动, 有的海妖正在水中练习鱼插战计, 有小海妖相互之间在切磋, 有海妖正对着一群海妖训话, 也有海妖在岩壁两侧买东西。 但是, 韩非独独没发现, 这里有红妖和小鱼人。 放眼望去, 几乎看不到, 全都半人鱼。 当鱼记带着韩非游过的时候, 很多人都注视着这个方向, 看得韩非浑身都不自在。 鱼记对韩非道, 红妖和普通的小鱼人, 一般是不被允许进入万妖谷的。 在万妖谷隔壁2000鱼里, 那里名为雪海谷, 红妖和普通海妖生活在那里。 韩非没有说话, 一路跟着鱼记, 不时地就有半人鱼, 骑着各种各样的生灵, 迎面而来, 然后掠过。 当韩非跟着鱼记潜入谷底, 就看见谷底十分繁华。 各种洞窟, 被雕琢得五彩缤纷, 洞外挂满了多种多样的发光生灵, 洞窟上写着各种名字。 比如于三五七店, 于五菱果铺, 于干美食店。 甚至, 有些洞窟外, 还有发光的瑶鱼在迎客。 这些瑶鱼, 还可以释放放电, 蓝色的电弧环绕, 像极了科幻大片里的夜空中的雷霆。 更甚者, 有些洞窟的造型门脸, 像极了人类的建筑。 有牌匾, 有门口, 有门槛, 还特么有贴对联的。 韩非仿佛是进入了一个科幻世界, 他最深刻的一点, 就是扮人鱼特别喜欢发光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光, 红的也好, 绿的也罢, 蓝的、 紫的都可以, 只要可以发光, 它们全都会拿来做装饰。 游过了这片蜿蜒的峡谷, 在网内, 就是一座庞大无比的深坑。 两只齐高无比的人鱼雕塑, 上下一看, 恐怕都有千米高。 两只半人鱼巨人雕像的手中, 各自抓着一柄鱼叉, 相互交叉。 它们用两柄大鱼叉, 形成了一扇巨大无比的门。 韩非跟着鱼鸡掠过的时候, 发现自己比人家枪尖上的一点尖刺还要小。 可想而知, 这玩意到底的有多大了? 在网内, 就能看见, 深坑中那比雪神宫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 巨型圆柱形宫殿。 准确来说, 那不太像是一个宫殿, 而是圆环形的建筑。 一环套着一环, 一共套了九环, 中间露出了一大片空白之地, 可以看见五尊巨型雕像脑袋。 鱼鸡住的地方, 在圆环内的第三排, 最顶层。 鱼鸡带着韩非, 一路游过去, 不少人都用胆汁扫过韩非, 韩非的心中也有点慌, 可千万别被拆穿了。 要不然, 这都已经到了人家的地盘上了, 跑都不好跑。 不过, 这三遍其书也不愧是天极神品秘法。 一路上, 不少半人鱼都在跟鱼鸡打招呼, 竟然也都没发现韩非的问题。 直到韩非跟着鱼鸡, 来到了他的住所, 那顶层洞窟, 占地约三百余平方米, 内外都有静置。 鱼鸡看了韩非一眼, 你在这里, 等我回来。